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从以上几点就可以知道自己的修行功夫 如果全然没有进步 那无论依止了成就多大的赏失 得到多高的观点、传承、修多殊胜的本尊法 都不能掩盖自己修法的底列 我们无论采取何种修法 都是以调服烦恼为中心 若烦恼反而增上自然 如此还能自欺欺人 愿为自己的修行在不断进步中吗? 有人惊奇 人在天空飞翔 或入水不逆 入火不焚 四大无碍等的神迹 但要在水中畅游 鱼类也能多得到 小鸟也有能力在空中自由飞翔 中文字幕提供 在圣者的眼中 能在末法时代受持境界 是非常稀有的 这才是末法时代最大的神变 真正的神变不在外境形象上 而在于调服内心 无始竭来的烦恼 获得自在 中文字幕提供 末法时代 最容易使众生脱离生死的 是大圆满和净土法门 但因认亲 并一再强调的是 对广大的中下根人来说 修持这两个法门 人必须以守持清静界为基础 主人心的静界为基础 并且不能排去甚至诽谤其法恩 若已造下这在显宗中最严重的犯法罪业 必须尽尽忏悔 否则往生与成就都与其无缘 佛陀宣说的八万四千法恩 本来就是一脉相成互相圆融的 各种教法也本属一昧一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为是抵触相为的人 因冷静深刻地反省自己 对佛法是否有全面正确的认识 或带有明显的感情偏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法王如意宝 以他出世的圣者智慧 确定了弟子们以清静戒律为基础 今生精进修持大圆满法门 同时结合净土往生法门 临终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依靠上师和大圆满法的加持 服以自己对上师和大圆满日益坚固的信心 在精神就可获得稀有难得的成就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但来生在极乐世界品位很高 今生也可何但如来佳业 也就是永民严寿禅师所谓的 有禅有净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法王的很多弟子 以其广泛的古文思智慧 和内在修正的设置 在一生中网红佛法 缘起后往生西方净土 就已显示了这种修行方法的功德 和 作词 李宗盛 尤其 宁玛派祖师 连华神大士本身 就是阿弥陀佛的华神 受弃法王如一宝 亦是阿弥陀佛的华神 法王 不但在平时宣说极乐世界的功德 便经常让弟子们集体发愿往生 戒律是三称佛法的基础 在佛子行三世其送中云 无界自立上古尘 欲能利他其可能 事故无存贪有心 固持境界佛子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乘手持的是别解脱戒 没有别解脱戒 就生不起小乘修法的功德 也不可能证得小乘罗汉国 这是不容置疑的 小乘手持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乘手持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乘菩萨 度化众生的首要条件 师护持包括小乘、大乘的境界 若无别解脱戒的接触 不可能远离对世间八法的贪贪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若无大乘的菩萨 若无大乘的菩提心及菩萨界的基础 殊胜的大乘修法功德 也如空中楼阁一样 无从升起 若无大乘的菩萨 有些人一方面以为小乘的修法很好 但另一方面却又看不起 以为太低了 若修行人的相续中 能有以处理心和亲近的别解脱戒、戒体为基础 菩萨界及三妹爷又从何谈起 若无狠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曾在菩萨妾本经中说 若菩萨如是见 如是说言 菩萨不应听声闻经法 不应受 不应学 菩萨何用身闻法为 世民犯众多犯 世民犯染无奇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还有人认为小秤都是发心力气的 既学了大秤或宝 是否可以不守小秤的戒律 这种看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小秤行人谨守 皆无犯 对他人不乏全心 口中不宣他人过失 不损害他人等 守护自己这点 和大臣菩萨有任何差别 也和佛陀没有差别 二 但大臣行人 在小秤的基础上 发菩提心 手持菩萨戒 或逆宗行人 手持三昧也 自己的三门不但不会损害有情 还积极饶益重生 优优独播放 如不杀身且放生 不偷盗且不失 不称恨而忍辱等 这样 不但大臣戒守得好 其小秤戒律 必然守得更严谨 在小秤戒守得更严重的 五 纵然或居事根本戒 或出家根本戒 仍然可以调伏自相续的烦恼 仍然可以弘法立身 不会堕恶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并不如法 学密法的人破了小秤或大秤的根本戒 若不忏悔清静 不但得不到小秤和大秤的殊胜出世间果位 更不可能极深陈旧武上佛国 这种观点并不忏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月的开销超过130万台币 要非常感恩很多菩萨不断地关心 但是各位这是永恒无尽的慈悲的工作 所以各位一定要不断地付持 不断地关心 让这些狗狗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家 幸福的生活将来安享天年 得胜净土 感恩各位一定要付持台湾救狗协会 救这些流浪狗 阿弥陀佛 让不舍被连化为积极救护 邀请您加入台湾救狗协会 给流浪狗一个安心的家园 扶持流浪狗饮食 医疗 账号50016766 50016766 赴明台湾救狗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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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就是我们用生命来学习 本师生命的导师 我们的生命要离苦得乐 要有这个生命的老师 学校的老师是生活的老师 或者是读书的老师 那是生老病死的痛苦的问题 那么释迦牟尼佛才是我们生命的老师 不但是自己生命的老师 我们要帮助所有的生命离苦得乐 就像各位今天会放生 会超度会失食 会去救助贫穷等等 帮助其他生命离苦得乐的老师 要本事 释迦呢 释迦就代表能够慈悲 一个人要修到有慈悲的能力 大家都有悲心 为什么讲没能力呢 因为你只爱你儿子 你没办法爱敌人的儿子 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你可能会对你喜欢的人很爱 但是对讨厌的人你恨不得他死 这种能力不缘 甚至现在我们虽然有能力要爱很多人 但是没有能力帮他救尽离苦 释迦牟尼佛可以 叫释迦就是能够慈悲 叫能忍 你奥弥陀佛 奥弥陀佛有力量 带这个往生者去极乐世界 哪怕他是个死刑犯 能忍 那摩尼呢 摩尼就是一种寂灭 我们佛教里面叫没有烦恼 另外一个讲话叫空性 就像释迦牟尼佛的左手 放在肚子 这个叫摩尼 这代表入圣身禅定 然后另外一只手放下来 这个叫大悲 大悲心 在这个土地做生命的奉献 连这个土地 监牢地神都为他做证明 所以我们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就是我们要用整个生命 来学习慈悲与智慧的圆满觉悟之道佛 两所为 三挥 三〆 六 五 八 八 八